我亲爱的兄妹们,大家早上好 今天又相信是一个美好的一个早晨 愿主持你们喜乐和健康的一天 哈雷路亚 今天是1月22号,星期六 让我们一起来读来自于 克雷斯·欧亚克罗姆牧师的每日灵修 话语的实集 今天的主题是 站在他的话语中 让我们一起翻开圣经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 广大经典版 圣经指引 其不知不义的和作孽的 并不能承受神的国 或在神的国中无分吗 不要被欺骗 就是被误导 无论是不洁净 行淫乱的 还是败偶像的 还是奸淫的 还是那些沾染同性恋的 几年前 如果你发现有人是同性恋 消息传出去 他们会转入地下 因为他们感到羞愧 但现在有些人说他们在为同性恋的权力而战 但圣经对此是怎么说的呢? 圣经把做这些事的人归类为不法和不顺服的 不虔诚的和罪人 不圣洁的和恋事俗的 现在我们知道律法源是好的 只要一个人用得合适 要明白这一点 法律不是为公义的人设立的 而是为不法和不顺服的 不虔诚的和罪人 不圣洁和恋事俗的 那些殴打父母和杀人的 淫乱的 形同性恋的 奴役者 说谎的 作为正的 或者别的违背存权教导的 是设立的 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的荣耀的福音 所托福给我的 现代英文圣经旨意 同性恋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圣经时代 甚至可以追溯到创世纪 圣经也明确的选择了这种行为 这也是某些人想尽一切办法 要除去圣经的原因之一 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甚至有事工者 说他们是同性恋 并帮助同性恋者结婚 不同的国家已经将其合法化 然而 作为一名基督徒 要站立在神的话语上 不要随波逆行 不要按照世俗 或政治法律的规定去行 行神的话 圣经说不要爱 也不要珍惜爱世界和世上的物 人若爱世界 对父的爱就不在他里面了 因为世上的一切 肉体的情欲 渴望感官的满足和眼目的情欲 心智的贪婪渴望和生命的骄傲 保证自己的资源或世俗事物的稳定 这些都不是从父来的 而是从世界就是自己来的 约翰义书第二章十五到十六节 广大经典版圣经之一 仇敌的计划是确保你因事情麻烦而妥协 但是要聪明 尽管仇敌有种种诡计 但我们必须谨守神的话语 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五节 耶稣说 你们若爱我 就遵守我的诫命 你爱他的证明 就是遵守他的话语 而他的话语 严严的命令你远离罪恶 让我们一起祷告吧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的圣灵 引导我行在公义 和真正圣洁的道路上 我永远在你的话语中建立 我为那些心知被蒙蔽的人祷告 使魔鬼在他们生命中的影响被打破 从今以后 他们的心敞开 接受你对他们的爱 并从黑暗中被迁入神宗旨 荣耀的自由中 在耶稣的名里 阿们 如果想了解更多可以参考一下经文 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九到第十一节 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六到三十二节 NKJV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我相信他为我而死 神又使他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他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就是我生命的主 借着他并他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借着每天领受神的道 全联享受神荣耀的同在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联系吧 我们下次再见